大家好,我是天昊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 生物与环境之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分解者 好,那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自然界里面 有生产者、消费者、有分解者 我们就来一同去看看吧 那我们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 白云微微飘过的天空里 我们来看看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分解者 首先呢,在这个漂亮日子里面 我走到一个公园 我看到这么样的一片草地 绿油油的 上面的草正在行着光合作用 OK,他们正在自己制造着 他们自己的养分,努力的生长着 接下来默默的走来了一只牛 它吃着刚刚正在行光合作用这些草 然后呢,它就这样默默的,它就吃饱了 吃饱了之后呢,它就拉出来了一泡石 这一泡石呢,上面引来的一些粪金龟啊 这些苍蝇啊,这些昆虫啊 就是吃这些大便,蚯蚓等等 接下来呢,还有一些细菌 在这个大便上面 在分解这些大便 然后或者它自己养分 好,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图里面 你看到什么? 我来告诉你,我看到什么东西? 我看到了生产者 他能自己制造自己所需要的养分 例如像是我们这些草啊 然后或者像是我们这些植物啊 它会行光合作用嘛 生产自己所需要制造养分 接下来呢,我看到了消费者 需要透过吃东西来获得养分 然后他们这些吃东西可能不一定啦 像是牛的话,是不是就是吃草 对吧,那如果今天你是人呢 人可能就是吃鱼 或者是吃肉 或者也可以吃菜去获得这些养分 那如果像是狮子呢 可能就去猎捕一些像是鹿啊 或者像是牛啊之类的来获得它的养分嘛 好,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最后这一个 我们说这个细菌 它叫做分解者 它是负责将我们这些 尸体啊 或者像是排泄物啊 然后用分解的把它分解成一些 无机物或者回归大自然 然后透过这种分解的过程 它自己可以得到一些养分哦 好,那大家记得去知道 它到底猜在哪里哦 首先生产者它是自己能制造 自己大部分所需要的养分哦 例如像是呢一些像是蓝绿藻啊 藻类对不对 或者像是一些植物 对吧 然后它们都能够透过光合作用 来去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养分 像是葡萄糖啦等等之类的 透过光合作用 它们就可以自己制造哦 那问问大家 只有像植物啊 藻类这种有叶绿素的生物才能够 是生产者吗 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当做生产者 嗯,知道吗 有有有 我听到答案了 就是你,对 就是你 你没听到对不对 没听到没关系 你去问你隔壁那一个 隔壁没人吗 你去问你就是隔着网路对面那一个 OK 它讲出来一个答案哦 它说有些细菌呢 也能够透过一些方式来去产生它自己养分 像是有些细菌在火山口附近 它就能够透过吃牛 来去产生自己它所需要养分哦 所以生产者就是能够自己制造自己所需养分的 我们就叫做生产者 好 那接下来什么是消费者呢 消费者就是需要透过设食来获得养分 它需要吃东西嘛 例如像是刚刚你说牛嘛 对不对 牛是不是吃东西 吃草羊呢 或者像是人啊 或者像是狗啊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有猪啊 猪好难写哦 不想写 好 接下来像是狗之类等等 它们都需要透过吃东西来去得到养分 你还没有看过有那个人就站在外面 它们不吃不喝 然后它们就可以自己行光合作用 或者像是自己制造养分吧 我们说呢 消费者就是要必须透过吃东西来获得大部分的养分的 我们叫消费者 好 那接下来分解者呢 透过这个分解尸体 或者是排泄物来去得到养分的 然后他们把这些尸体啊 或排泄物分解成一些小分子回归大自然 例如像是一些化合物啦 或者像是一些无机物等等的回归大自然哦 好 那这边大家可能有几个疑问啊 就是分解者是指刚刚那个细菌吗 对 它是指刚刚那个细菌 那 刚刚老师你说引来的那些苍蝇啊 粪金龟啊 或者是吃大便的这些东西 这些生物 那又是什么 我们说它叫做清除者 它是属于一种消费者哦 那像是清除者是什么 它是透过吃这些尸体啊 来去获得养分 它也是用摄食的方式来去获得养分的哦 例如像是秃鹰啊 对不对 它去吃一些死掉的尸体 或者像是马鹿啊 像刚刚讲的粪金龟 它都是去清除这些尸体或排泄物 然后他们透过吃这些东西来得到养分哦 他们并没有做分解的动作 所以呢 如果你要在考试要去区分分解者跟清除者 你去看一下 在叙述里面它会说 如果是去吃 是去什么啃啊 咬啊 这类的 就是进食的这些动词的话 那这些呢 它就会是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哦 如果是分解者呢 它通常会写是用分解的哦 好 那大家有没有去区分出来 就是生产者消费者跟分解者的不同 然后常常要注意的重点就是 不要把清除者跟分解者搞错哦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咯